日本人是很健康的 我看AV,難道是日本人? 是嗎?為甚麼? 知不知道是甚麼無料案內所? 這是甚麼? 這裡寫真是甚麼意思? 知不知道是甚麼無料案內所? 無料就是不用錢 這間是甚麼? 不要進去 不要進去 是家庭來的,不要進去 是嗎? 是家庭來的? 不要進去,Suzin 不招呼外人的 只有日本人進去 是這樣的嗎? 是,剛才那些是扯皮條 無料案內所 即是 你可以進去 它會介紹很多色的地方給你 不過是不招呼的? 不招呼的 即是不可以為國真國 為甚麼為國真國? 哈哈哈哈 我又沒有進去,我不知道 但我聽回來就是沒有 通常都是 你不用解釋啊 你為甚麼喜歡日本人呢? 你喜歡遊客的嘛 哈哈哈哈 你很想進去嗎? 這裡也是鹹的 這裡似乎是 紅燈區 是嗎? 是嗎? 是呀,這裡 沒有人的? 不要 全都是AV 不要叫那麼多雞 是呀 應該不合法的 是嗎? 只是私底下而已 說的不合法 應該是不合法的 應該是不合法的 最出名的日本AV 日本人是很變態的 我看AV 我不看日本人 是嗎?為甚麼? 變態的 很想吐 是嗎? 你看看甚麼空 人家都很神聖的 是嗎? 他不是的 你看到你想吐 你想想 這個 反圍 變大 哇,妖艷 這裡真的全部都是紅燈區 松山無鳥案內所 它會帶你去那些 風月場所 今天是不用錢的 你去光顧那些 風月場所 是那間風月場所 向那間無鳥案內所收錢 那是他們的運作方式 那這間的甚麼船 應該都是駕駛 就是駕駛 就是那些 中間人 那些 是不是就是扯皮條 馬夫 那不是 那不是 扯皮條馬夫 通街拉那些 拉客那些扯皮條 那些飽駛做生意那些 就不算 賊帳 那不是叫馬夫嗎? 那不是叫馬夫 那是賊帳 賊帳 公司和公司賊帳 喔 通常他們招待的都是難免的 對 對 不過你說不招呼外國人 我就不太相信 不招呼的喔 那你有錢的話 我想他應該問你 喔 你給你十皮 他難道不招呼你嗎? 真的喔 就是沒事的 只要認識一下 是嗎? 嘩 這裡也很多 很多 這條街應該就是花街 什麼叫花街 花街就是專門賣肉 適存場所 斯文一點叫花街 其他叫雞豆 喔 這裡是雞豆 對 對 雞豆 香港那邊多 香港那邊多 湖街 周圍都有 現在香港 湖南街 深水埗 元朗 元朗這麼遠也有 元朗也有 每個區也有 為什麼你這麼熟 開車的 為什麼不熟呢 是嗎?你開到元朗這麼遠 是嗎? 是嗎? 是呀 你是不是經常去的? 佐敦道那些 周圍去的 喔 他們是怎樣運作的? 下面站在街上 就跟你聊 多錢就上房 很簡單 你試過了 你試過了 我什麼事呢? 哈哈 我沒有感情 我沒有興趣的 哈哈 那些什麼 那些 大家聊聊聊 上房 很簡單 不同的 不同的 東莞 東莞的卡拉OK 又不同的 很多行家都試過了 很多都試過了 回來講的 是嗎? 又好介紹 做老耕那些事情 什麼叫老耕? 剛才一個女人 兩分小 這樣嗎? 是啊 我又一個 回來來介紹給你 你又去借 那我們就是老耕 這樣嗎? 是的 下集就到 去吧 你怎麼不按我們中國的古代 最後 記得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記得按搶先看 YouTube記得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拜拜